大家好,我是坦皮书,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9月26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今天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第50天 也是俄军反攻乌军的第15天 离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 还剩4天 不过终于对俄粉来说迎来了好消息 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9月25号,俄罗斯总统助理阿雷克谢九明表示 也就是俄罗斯总统任命九明为特别军事被动总指挥 都库尔斯克,布莱安斯克,还有比尔格莱德三州的统帅 他说,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很快将被完全解放 俄罗斯总统助理 九明的预测基于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现有的计划 九明指出,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在库尔斯克发现应有作战 他说,毫无疑问,敌人将被赶出该地区 在此之前,距库尔斯克60公里处的战斗细节 以广为认知 俄罗斯国防部明确指出 在刘比莫夫卡定居连方向发现了乌克兰士兵 据俄罗斯国防部称 俄罗斯武装部队北部集团军部队击退了这些攻击 更早之前,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三度试图朝新普特定居连方向突破 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边境 是不是个好消息 因为这个特别军事被动的总指挥九明斯总统的这个保镖啊 他已经宣布了,乌军很快就被赶出库尔斯克 他在依据什么呢? 依据就是俄罗斯总参谋部的作战构思啊 一切都在大脑里面想象的 俗称义营呢 在脑海里面想象着把乌军在10月1号赶出库尔斯克 虽然乌军在库尔斯克60公里处又开辟了一个战场 但是不要紧啊 这俄军他可以再想象这部乌军又被赶出了 但是对于乌军来说啊 你俄军你咋想象人家管不着 他们继续啊一如即往的在库尔斯克平衡的打击俄军 这个乌军的225突击营宣布击败俄军二三四空降团 在库尔斯克今天我们站在俄罗斯基瑞部队的另一面旗帜上 而昨天他们高呼三天占领基辅 现在他们正在库尔斯克地区腐烂 这个二三四空降团历史是最精锐的第76空降师 这个二三四团在八月份被资源至库尔斯克的叫格鲁斯科沃区 这个地方也是打的最惨烈的 惨烈到什么程度呢 该团的团长和副指挥都被无人机给炸死了 这些乌军士兵站在二三四团的旗帜上拍照 精锐部队也被打残 乌军的远程火爆继续精准打击 在库尔斯克这个塞姆河上的渡河的额军 这还不算普京终于从沃夫昌斯克败退 俄军昨天从沃夫昌斯克股料厂进行转禁 战略转禁到哪呢 据说是转禁到库尔斯克去了 沃夫昌斯克里格拉德边境是50公里 离哈尔科夫60公里 这个地方也是俄乌双方争夺非常激烈的 一旦这个地方被拿下 那哈尔科夫就可能遭到包围 所以在几个月前 俄军发动哈尔科夫战役的时候 其实很多俄军进入沃夫昌斯克股料厂 当时这部分俄军被乌军给包围了 乌军在股料厂这一直是围点打鱼 打了这么长时间 俄军一看在这不占便宜 全是省号 所以干脆一撤了之 正好库尔斯克确认 库尔斯克压力更大 对吧 10月1号之前必须把乌军赶走 所以普京干脆把沃夫昌斯克的俄军全撤了 耗不下去了 在那做无畏的牺牲 乌军把沃夫昌斯克每栋房都进行了搜查 扫荡 从2024年5月份 俄军进入库尔斯克这个股料厂 到昨天撤出乌军在沃夫昌斯克围困俄军 三四个月 根据乌军的这些实时记录的穿戴式设备 记录下的这些视频 乌军消灭 俄军一个合成迎击战斗群 这个沃夫昌斯克咱们以前一直每天都在接受 后来都没法再接受了 因为这个乌军明显的就是围点打鱼 他把沃夫昌斯克股料厂的俄军 好像是400多人 就围在那一部突击 然后等着俄军来救援 被围困的俄军就靠无人机来供应后勤不及 导致这四个月里面 乌军打击的来增援的俄军 要远远多余被围困的俄军 乌军没有持续强攻 当然对乌军来说也有不利的地方 也就是乌军他没有制空权 所以乌军的阵地也会遭到俄军 苏三四扔这个FAB3000炸弹 就是三吨重的炸弹 终于这个帝宝老人受不了了 把沃夫昌斯克的俄军 全部撤回到库尔斯克 也已经不管这个骨料厂被围的这些俄军 所以这些俄军大部分都被乌军歼灭和俘虏 攻残三十栋建筑中 最后一栋也被乌军清理 谢尔斯基设计的这个战略 让俄军首尾不能兼顾 现在已经见显现效果 在红军村 俄军现在也是僵持在那 一个月前俄军大友 马上就拿下红军村的这种势头 但现在你看挺住了 这个主要是俄军 被乌军牵着鼻子走 他没有办法 只能把前线的精锐部队抽掉到库尔斯克 因为乌军在库尔斯克多待一天 迪宝老人危险就多一份 俄罗斯人现在越来越没有耐心 越来越不满 他们库尔斯克的俄罗斯人背井离枪 也尝到了这个滋味 所以俄罗斯人不满情绪高涨 所以对普京来说政治压力非常大 再加上这一周里 乌军摧毁了俄罗斯好几个重要的弹药 导致前线俄军这个弹药 恐怕出现不及困难 有枪无弹 所以还不如把人给他抽掉到库尔斯克去 正在联合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正在指责联合国 说对乌克兰入侵库尔斯克 视而不见感到不满 这个俄罗斯人还真能倒打一耙 自己侵略乌克兰 联合国发文的要求他撤军 他置若网 当时没看见 当时耳边不坚持他这是特别专事行动 人家乌克兰赶到你库尔斯克 还不到两月你就受不了了 居然要联合国去管 谴责乌克兰让乌克兰撤军 贼喊捉贼 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说 由乌克兰国防部创新中心 开发的复仇者人工智能平台 每周可帮乌克兰国防军 侦测到1.2万个俄罗斯军事装备 据该部解释 该平台可自动分析无人机 和固定摄像机的视频并识别设备 目前创新中心继续利用新数据 对复仇者进行培训 例如寻找在森林中隐藏的坦克 或识别在土路上行驶的步兵专家用水车 部长强调 就敌方军事装备的视频数据量而言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平台 乌克兰国防部目前计划扩大该平台的云功能 并将人工智能解析方案 集成到无人机中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乌克兰国防部 他们创新中心 搞了一个不愁者人工智能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同时监控 1.2万个俄罗斯的目标 再统一指挥有哪个无人机 去攻击哪个目标 这个就大大提高了乌军的效率 不再是一个人操纵一个无人机攻击 以后全部靠人工智能平台 去给这个无人机团体数据下达指令 同时可以监控一万两千个军事目标 这个一旦成熟了 这个恐怕对俄军来说是个毁灭性打击 俄罗斯在无人机这块还是个短板 不说技术了 他这个通讯他也很难解决 他没有新链 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的首领 他说要不了多战事 在战场上看不到无人机士兵 俄军只能看到无人机 那样的话乌军的伤亡会大大降低 但是俄罗斯的伤亡会急剧增加 你看看咱们过去总是说 乌克兰已经打得没人了 乌克兰的士兵不够了 兵源不足 乌克兰一共就3000多万人 俄罗斯也1.4亿人 这种论料非常多 实际上战达到现在谁确认 最确认的是俄军 要不然迪宝老人不可能冒着风险 再次动员18万人 等到乌克兰人复仇者平台 真正的投入应用 那么俄乌双方的伤亡比还要发生变化 我们再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与越南苏林 在美国纽约会面并举行会谈 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发展 以及特别是在农业里面贸易争执 泽伦斯基对越南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表示感谢 并赞赏越南 愿意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工作 你看这越南这些外交这个牌打的 既跟俄罗斯搞关系 又跟乌克兰搞关系 给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 同时还跟美国搞关系 泽伦斯基还邀请越南 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 这个丹麦首相弗雷·泽利克森表示 乌克兰战争可能持续数年 美国和欧盟必须做好长期支持基辅的准备 他强调说 我认为乌克兰不可能凭一己之力 就能赢得胜利 也就是说 欧洲很多国家都已经做好了 长期战争的 一直支持下去 虽然泽伦斯基这次提出了一个什么胜利计划 具体内容咱们也不知道 虽然泽伦斯基一再坚持 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欧战争 但是大家都知道 没那么容易 9月25日消息 白宫开始制定B计划 在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访问 美国期间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媒体报道 说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计划 扩大授权 在本月资金到期之前 向乌克兰运送价值59亿美元的 美国武器和装备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五角大楼可以利用自己的库存 快速向乌克兰转移武器和装备 然后这笔钱将用于更换 美国军后库中的这些设备 但这种选择在10月1日 军财年开始时结束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 向国会发出呼吁 要求扩大这些资金 分配给乌克兰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一个新的变通方法 将允许美国五角大楼 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不过在这一方法的框架内 美国将无法向乌克兰提供此前 未供应过的新型装备 什么B计划 实际上就是美国人 要对乌克兰继续源源不断的援助 只不过提供新式武器 这个恐怕要定型商业 从长机 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 3.75亿美人的军事支持 其中包括带有 极数弹药的空对地炸弹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的弹药 标枪导弹和其他反装甲系统等 军事装备 美国截止到目前提供超过 562亿美元的军事支持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 七国集团加乌克兰能源支持 部长小组会议 各国提供能源援助计划 荷兰是2.095亿欧元 德国1亿欧元 法国6000万欧元 丹麦1700万欧元 对吧 这些国家都有任务 要对乌克兰进行能源支持 这个英国的外交大使 大卫兰敏 他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 公开指责俄罗斯兰国庆 他说普京试图建立黑手党帝国 并将其比作奴隶 米兰在联合国大会上 对普京说道 当然对普京代表团 说你的入侵 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为了把你的黑手党国家 变成一个建立在 腐败基础上的黑手党帝国 我不仅仅是以英国人 伦敦人和外交大臣的身份 站在这里发言 我也是一名黑人 我的祖先曾被铁链束缚 从非洲被枪口押送出境 成为奴隶 他们的后代反抗 并参与了伟大的奴隶起义 帝国主义 我一言将的认出他 我会直言不讳的指出他的本质 蓝米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 这个英国外交大使指责普京 要建立一个黑手党帝国 入侵乌克兰 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这个德国外长 在联合国案例会 斥责俄罗斯的大使 拉夫罗夫和普京 他说啊 你可以欺骗自己 你们国家最强大的男人 可以躲在他绑架的少女背后 但你无法欺骗世界 普京入侵乌克兰后 绑架了很多儿童 只至今未归 与哈马斯相同 海牙国际法庭 不要宣布啊 要逮捕普京吗 他主要的罪名就是普京 绑架了很多儿童 还不如说他战争罪 主要是绑架了耳童 看着这个联合国大会 已经开成了 声讨俄罗斯的一个大会 会上集体声讨俄罗斯 会下搞串联 埃尔多安呢 跟伊朗总统 佩泽西吉扬 跟亚美尼亚的总理 还有泽伦斯基 跟其他国家 跟韩国 跟日本 都在搞串联 反正都是反俄大会 泽伦斯基在联合国案例会会议上 公开反对 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他表示 这场战争不能简单的停止 这场战争不能用言语平息 俄罗斯只能被迫讲和 也就是无条件投降 泽伦斯基还邀请大国 巴西和印度 参加第二届和平会 他说 所有国家必须团结一致 而这个俄罗斯总统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对《消息报》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与联合国案例会 常任理事国领导人接触 持开放态度 但会议前景 不识记忆 佩斯科夫被问及 普京在2020年提出的 举行联合国案例会 常任理事国领导人会议 但建议是否有效 这个佩斯科夫说 总统依然对接触开放态度 但进入可以理解的原因 这种会议前景 目前不实际 很简单 因为乌军在库尔斯科 想赶也赶不走 那你说怎么谈 在这个纽约 印度中林穆迪 于泽伦斯基的会谈中 穆迪再次重申 说尽管乌克兰 不可避免的 需要在某些事情上 做出妥协 以结束莫斯科的攻击 但任何结束战争的提议 俄罗斯割让领土 这个穆迪的态度 也很明确 就是反对土地或和平 拥护 支持乌克兰的领土 和主权的完整 也就是任何一个和谈方案 都不应该包括 乌克兰向俄罗斯 但是他同时又说 乌克兰不可避免的 向让俄罗斯让步 那这个让步包括什么呢 包括赔偿 比如说法办战争犯 比如说加入北约等等 就这些不可避免的 要让步 但是土和主权不能让 实际上这个穆迪的态度 已经非常明确了 就是支持乌克兰 不管你怎么谈 印度人认为 你俄罗斯就得从乌东四个州 撤走 从克里米亚撤走 越来越多的国家 支持乌克兰 路透社报道 说俄罗斯正通过伊朗 与野门虎塞武装进行谈办 向他们提供 P-87800 马脑远程反舰导弹 以打击红海的西方军舰 和上转 但尚未做出决定 未来几周 双方将在伊朗首都 德荷兰举行有关问题的会议 今年6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如果西方国家容许乌克兰 使用西方远程导弹 打击俄罗斯本土 俄罗斯可能会使 将其远程武器提供给那些 给此类许可的西方国家 进行打击其他国家 不对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俄罗斯说了 如果你美西方 比如英国 你同意乌克兰用英国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 俄罗斯就要提供 什么马脑远程反舰导弹 给护载武装 用来打击红海的英国的军舰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如果真的是普京这么做的话 那反而是好事 那就说明 美西方恐怕要解除 对乌克兰武器限制 这个实际上就是 俄罗斯自己泄气了 普京本来说了 你谁容使乌克兰 使用他们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 那么就适同北约参战 北约参战 那俄罗斯会采取什么反击措施 总之 这个战争盛起 这一下让拜登还很难办 结果你看俄罗斯自己 调门降低了 说你啊 要是让乌克兰 用你们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 那我就让胡塞武装 用武器打击你们的军舰 胡塞武装用俄罗斯提供的 打击红海的军舰 他能顺利的 把这导弹发射出去 就烧高厢 不要炸着自己 就已经属于胜利 使这胡塞武装 去打击 红海的美英 这些国家的军舰 那不是开玩笑 那是讲笑话 现在小霸王在收拾 珍珠党 已经差不多了 腰子都炸完了 最好指挥官都干掉了 这个呼机对讲机轰炸 再加上F-35多龙轰炸 这个珍珠党和汉马斯的下场 差不多 好像有媒体报道了 汉马斯的军舰的最高领导 新王尔已经被除掉了 那现在就等最后的确认 也就是汉马斯已经 示威一个过去式 接下来就是珍珠党 那你说在这种压力下 胡塞武装是吃多了什么 自寻绝路 天堂有路偏不走 地狱无门偏进来 汉马斯和珍珠党全军覆没 还叫不清胡塞武装 所以说 这迪伯朗尔是已经 既可施 一筹莫展 除了着急 还能干什么 9月25日 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 出口发展主席团 扩大会议上 就西方代表 阻止俄罗斯付款的行为 发表了评论 普京说 一些西方精英 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和支付系统 采取了绝对敌对的行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 同时指出 这一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得到解决 他指出 最近所谓的有毒货币 在俄罗斯对外结算结构中 所占的份额减少一半 而卢布的价值却在增长 增长了接近40% 你说这不是自说自话吗 这就叫痴人说梦 这卢布还能增长40% 随着这个 俄乌战争的继续进行 俄罗斯原油 运势数 已降至8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大家知道 俄罗斯主要靠原油 出口原油和天然气 现在原油的收入 已经降到8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这个对俄罗斯的经济打击非常大 卖原油的收入 是普京发动战争的 主要的这个来源 资金支持 而资金啊 现在越来越少 但是前方打仗 那是要的钱是越来越多 巧妇难为雾靡之吹 最近啊 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他说啊 如果乌克兰 在正式的官方层面 提出泽冷斯基总统 有关解决俄乌冲突的计划 俄方将研究该计划 我记得昨天节目也说了 因为俄罗斯人呢 认为媒体啊 报道的泽冷斯基很多计划 他们没有办法信任 而媒体报道也不一样 他们希望乌克兰 你官方 你给我发个官方文 那我们就要认真演 我也说了啊 这就说明迪宝老人已经走投无路 实际上已经开始 直接找乌克兰人想谈判 首先 他已经承认 泽冷斯基是总统 这个过去啊 因为泽冷斯基是总统到期 俄罗斯就不承认 泽冷斯基是总统 还把泽冷斯基列到内务部 那个追逃名单里 这回又承认 泽冷斯基是总统 你看这不是自己 折腾自己 你要不承认 泽冷斯基是总统 那你打算跟谁谈呢 他又想谈判 所以搞了过去 自己你看 前面拉出去的 过两月自己又吃下去 这专门是俄罗斯人干 现在又承认泽冷斯基 前面说了 不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 没有所谓的谈判 今天 又说啊 你把谈判计划给我 我好好研究一下 很明显乌克兰 并不急于谈判 除非普京承诺撤军 否则要打到乌克兰满意为止 直到把俄军赶出乌克兰的领土 这个波兰的外交部长 希克尔斯基说 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 表现不佳 他补充道 我们表现超乎寻常 我们只要坚持下去 直到普京耗尽兵力和资源 我们会坚持下去 现在欧洲已经横下一条心 就是要耗尽俄罗斯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